《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身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Mark Webster,謝二方 來到今集的《新華百年華滄桑》 大家好 說什麼吃東西 很辛苦 剛才和兄弟聊了關於地區發展的事情 趕來買了麵包 一會兒說偷雞好吃 精武繁王 聊天 好像最近中國文化協會也有一個活動 麥慶也好像去主禮 香港叫做中國文化協會的地方 簡稱入民協 不過這個民協是不同的 專門研究文化的 在倭打路上的宜安角 三樓 79號H 宜安角A座三樓 挺好的圖書館 大家可以去讀書 溫習 甚至乎有些會考生 高考 沒有地方讀溫習 去過上去溫習 挺好的 中國文化協會 也是中山圖書館 沒錯 非常好的 具體有個地標 有地標 對面有一間很古老的中華電力公司 對面 看見那間公主道 就是公主道 路口不錯 樓梯就麻煩一點 大家要走樓梯 因為那些私人大廈 拿一個商場來做 也可以搭電梯 要按鍵後 要按鍵後 麻煩一點 自己走走 好 挺好的 有一個展覽 那一個展覽 展覽什麼呢 展覽書籍 跟《辛亥革命》有關的書 這些古書 走著走著 都在90年前 題目就叫做 《辛亥革命重要書籍企圖文展》 我看過的書挺好的 真是很舊 我知道 你挺有份主禮的 那我去剪一下菜 你是不是有些資料可以展示給別人 非常好 如果要參觀的話 參加看的話 會送一個封面的 這個文件夾 這個文件夾 挺漂亮的 當中有革命 革命的圖片 10次革命的圖片 就是一個畫圖圖 對 這裡寫革命日期 革命名稱 背面 跟香港有關 有介紹紅樓 挺好的 不錯 還有白黎雕堡 還有楊巨雲的帽 楊巨雲 楊巨雲 還有孫先生 史跡 景人 下面有地圖 挺好的 圖文並謀 有興趣 資料很豐富 大家有時間上去 值得看一下 展覽日期 拿回書籤也好 展覽日期 是由6月20日 到10月29日 時間也很長 是暑假去 不過展覽時間 比較差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9點半到6點 上班時間 沒辦法 星期六是10點到2點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休息 所以就 超時補水 沒有人補水 所以時間比較尷尬 要上班的人比較難去 收工來趕到6點 剛剛關門 星期六去 所以呼籲同學去 各位同學去看看 這位讀書人 中學生 拿回文件夾 沒有賣的 合辦呢 哪幾個合辦呢 中國文化協會 香港各界團體慶祝 辛亥革命建國100周年活動的籌委會 以及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這三個團體合辦的 也不錯 歡迎大家有時間去看看 大家記得去看看 有些古籍 剛才麥兄說 有些很好的古籍 真是古籍 紀念生活革命 包括有些 當時的總統就職典禮 紀念冊 同時還有 中華民憲法的那本書 真是保值 值得看 好像錢興 你們的史學會有的活動 對嗎 7月3號星期日 7月3號星期日 我們有一次 錦田地區的圍村考察活動 這次的考察活動 會加入一些元素 看看是否看到 這個未必是 但是會加入一些教育的元素 就是通識裡面的一些專題研習 怎樣可以在圍村地方 去開展一個專題研習的課題 到時會加入這些內容 值得去參加一下 大家有興趣 我們集合時間 跟以前一樣 就是10點鐘 10點鐘在錦田的西鐵站 錦田站應該這麼說是錦尚路站 就是在便利店方向那裡集合 10點鐘集合 10點15分就出發 相當不錯 很方便 交通練習 自己走走走走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走走 研究一下 好 開始了 講看電影了 講七日吧 不是 講看電影 先講七日 先吹一雞 先吹一雞 我幫你吹一吹雞 人網和MyRadio 我們兩個台 所有的節目主持人 都要為七一吹雞 對的 麥兄介紹一下 七一 七一三個主題 有三個 第一 要還我2012雙報算 第二 反對地產霸權 第三個叫曾任權下台 叫不叫他 都是一連貨 都要下台 年齡 年齡都要走 不踢他都要走 回去拿隊友禁 就贈任權 對嗎 七一那天 希望大家參與 三點鐘維園見 人民力量 還有一對期 希望大家參與人民力量 那一隊 我們遇上中段 中段走到一點 我們應該這麼說 香港人網和人民力量都會合契 人網會在那裏有一個直播 到鵝頸橋會有直播 人網好像做了一輛戰車 是轉播車 我不知道是轉播車還是戰車 總之是一輛車 到時人網和人民力量成為一個隊 沿途我們都會有些 人民力量都很期待 還有一些籌款 當中也有些籌款 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各位經過的時候 我們有些紀念品賣一下 大家丟下一些錢 幫忙幫忙 大開省囊 因為我們年底都要支持幾十個地區發展者 為這場區議會的選舉去撲命 不用說這麼白的 要的 人家剛剛要規管你 難怪人家說要規管你們 規管了我才不說 現在未規管我們要說 那位法官又轉口了 那位法官 在立法會轉口了 那位法官 我們那些戰士門上陣床 我們起碼大家都要夾些錢 給些子彈 給些軍火 買兩杯水給義工喝一下 都要掏錢 我們都要支助候選人 希望他們能夠在戰爭上打一場漂亮的仗 對的 對的 馮法官說要規管你網台 我們直接在網上去求錢 宣傳 你吹黃帳嗎 好了 我們今天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要看電影了 剛剛有套電影就會上演 20號節上演 有套電影會上演 我們預告了 香港上演 那叫做創黨偉業 建黨偉業 建黨偉業 居民嗎 居民是否真的 我們先說一下花邊 好 原來大陸說明這部片一定要過10億 10億人看 不是10億人看 10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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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金國不准拍 嚇到小孩 嚇到小孩 要看 這些是我們這些極權國家才能做到的 這部片不過10億 變形金國不准拍 坦白說 我們有點擔心 我們擔心什麼 隨時拍兩拍 他會自動落後畫 這樣也不會 阿爺說你一定要拍 就阿爺擔心 擔心電影中 宣傳反革命的言行 大陸有些網站 專門看電影評論 這部片 一點評論都不准出 不給平 不給平 因為他最初做的時候 是平了幾天的 有些是半顆星 一顆星 沒有星 這部片是垃圾 結果看到這樣的環境下 這部片不給平 這部片不給平 平其他的戲也可以 平其他的戲也可以 所以你看看 你估計這部片會垃圾得怎麼樣 雖然有八九幾個 八九幾個明星 八九幾個明星多 八九幾個明星多 很厲害的 周潤發 方力申 劉業 但是這樣 我還沒看一部電影 我們也沒看 對 但是別人說他也忠於史實 中段有些忠於史實 現在是擔心他太忠於史實 影響過程 問題是因為他只是說到去 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 共產黨成立 對 之後就沒有說 不敢說 一大會議完結 對 所以他在說前面 老實說 國共兩黨都很好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因為裡面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一大之後 就出現了很多事情 國共雙方就有很多鬥爭 所以他是忠於史日的 基本上 其實應該這麼說 建黨衛饒如果說到一九二一年 其實沒有話可說 所以他要由袁世凱說起 對 所以周潤霍做袁世凱 對 其實周潤霍做袁世凱很搞笑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說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是個大肥佬 肥佬又矮的 很矮的 周潤霍又高大又溜秀 又英俊 我心想 喂 你叫我叫他 喂 阿珍什麼 曾志偉的角色 怎麼被你周潤霍搶來做 真是用來搞的 曾志偉太搞笑了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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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終於是由袁世凱的 袁世凱 袁世凱那麼高 七尺多 這段影片 香港台灣大陸很多影星都 參與 扑街地扑到去做 有個姐姐被人剪了 湯圍 真是慘 湯圍跟梁朝偉做那一套 那套什麼 釋戒 釋戒 兩個人在床上苟前不堪 前面的 他人性的 因為湯圍是做毛澤東的 稱呼 不是稱呼 其實應該是第一任的亂任 沒錯 沒錯 這樣才對 揚開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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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式的 為什麼會剪掉呢 第一當然剛才我們說的理由 從世界中的角色 不可以跟毛澤東這個聖人 連結一堆 第二從來沒有提到 楊開衛之前的女人 第二 誰會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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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敢提呢 就是一個孫 毛遠新 毛遠新說 他說 我認識的 就是我爺 爺爺 我只知道楊開派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所以 這樣也不知道 是對的 還未出生 是吧 他的孫子出來說話 是吧 導演也要尊重一下孫子 所以就把第一任的戀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把劏圍這一段片 剪掉了 所以就沒有了這段片 當然外面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他拍過《色戒》 第二就是毛遠新出來說了幾句話 所以這個角色就沒有了 但要知道這一段的愛情史 在內地中央電視台 就拍了一套電視劇 就叫做《1921》 《1921》裡面就有了 這個大家可以有時間回去看看 聽我們說也可以 有機會我們去找資料去找 那一套電視劇還有什麼話說嗎 那一套電視劇沒有了 幫人宣傳 劉德華做蔡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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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對的 角色 公道也對的 我據聞 那一套電視劇就是 他跟小鳳先坐火車 那個景 好像天長地久鐵達時的景 不是大埔拍嗎 當然不會大埔拍了 我們中國那麼多火車站 小鳳先誰拍的呢 小鳳先 很舊 那個好像 一說到嘴唇邊 總之 你也不認識就算了 總之有很多明星 有一秒鐘就閃過 有些可能講久一點 總之這套電視劇就是 星光暈暈 但是主線也不太多 因為裡面很多都 其實他應該找一個人物 去帶一套電視劇出來 整個故事出來 是不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1921 1921沒有來搬毛澤東出來 那時候是小鳳 他是長沙代表 不是那個主角 不是主角 主角是陳獨秀 李大超 但是這兩個人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 又覺得有些問題 尤其是陳獨秀 對 那些老秀才他們又批一下 那他們搬不出來 慘情的 也諒解的 所以這套建黨委業 我猜香港也不會怎麼收得 老實說 建國大業也不能收得 建黨委業 除非 阿爺發動 公聯會 派票 民建聯 在街上派票給阿婆去 除了蛇 種 餅 還可以這樣 一天團 上午看戲 中午吃海鮮 下午旅遊 或者反過來 上午公園中午吃飯 下午看戲 還可以 天氣熱 天氣熱涼冷氣 天氣熱涼冷氣 都可以收得 這條招式可以賣給文仔 文仔 現在正在做 招兵漫畫 否則的話 香港收得不好 也不太好 當然 不要看 我們強國收10億 香港收100萬 就好像很難看 很難看 又比我們老蕭少 我們老蕭少在3D肉蒲團 收4000萬 怎麼搞呢 對 還有沒有中國市場 好了 我們進入中國共產黨成立 中國共產黨成立 究竟是哪月哪日 哪年 說個日子先聽聽 有個官方 官方大家都知道 是1921年7月1日 7月1日 7月1日 記住啊 穩固來說 不要叫中國共產黨成立 就叫做一大會議 因為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為什麼呢 當時全國有54個黨員 那時候有13個代表 集中在當時上海的法租界裡 一個代表李漢俊的家裡 去開會 好 我們先說成立 先說日期 究竟7月23日還是7月1日 有說法的 有些人說 我看的資料 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大 是7月23日開的 對 對 7月1日 只是毛澤東自己說 因為大家都沒有了記憶 不是大家沒有了記憶 是最大的問題 毛澤東那天參加過 是啊 剩下毛澤東自己記得 全部都死掉了 但是如果他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 7月1日這個說法 是董必武說的 是1928年的時候說的 對 因為剩下毛澤東和董必武兩個 其他的全部都不是走光 離開了黨 又死去 所以只剩下這兩個人 具有發言權 對 毛澤東就說 7月1日 即他的記憶 就是7月1日 所以7月1日是這樣的 其實所有的中共黨史 後來找回 都是7月23日 對 但是最大的問題 毛澤東參加了7日 對 他是7日 所以 因為中國共產黨 就不能失去毛澤東 毛澤東不可以失去中國共產黨 這個身份 因為搞清楚 當日毛澤東參加這個會議的時候 是年輕人 長沙代表 抄抄寫寫的 是做個秘書 甚至 有些人甚至說 在一帶中 毛澤東是沒有說過話的 坐著的 旁邊拉門 探查遮水的 寫東西 還有 陳獨秀和李大超 兩個都不在現場 是的 好了 我們不要理他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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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要遊行 總之遊行 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所以要遊行 香港就遊行 所以要學他 學一下他 用腳學一下他 第一大 有13人參加 本來應該有15個 有兩個來不了 一個是陳獨秀 一個是李大超 所以他們兩個派了代表 為什麼來不了呢 我們先說哪三個 好 先數人名 張國圖 最後半變了 劉仁靖 又不知下落不明 這個最年輕的一個代表 李達 我經常看這個字 是李葵 無緣無故 水污轉排出來 李達 李漢俊 毛澤東 何宿衡 這個年紀最大的一個代表 45歲 董必武 陳譚秋 黃俊美 鄧欣銘 陳公博 周佛海 包惠曾 剩下來了 陳獨秀和李大超 兩個都沒有參加 兩個都派代表 總之有13位代表參加 第一大 為什麼陳獨秀和李大超沒有參加呢 對 我們問了 陳獨秀 究竟忙什麼都沒有參加呢 他真是忙的 一帶 為何不來呢 一帶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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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人 還有一個顧問 兩個人 沒有顧問 共產黨從來沒有提過 那兩個是共產國際的代表 一個是馬林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另一個呢 叫包什麼 不是 不是 叫做黎維斯基 那個呢 後來就是 他是代表誰的呢 原來是代表當時是蘇共的另一個組織 叫做赤式國際職工聯盟 一個就是工會代表 也是職工民 不過就是共產職工民 不要搞錯 不如這樣吧 說到這裡 開始我們也要先推上去 說一下 什麼叫做共產主義 為什麼組成啊 大哥 我真的不太熟悉 什麼叫做共產主義 你介紹一下 無緣無故奸 走出來 和什麼時候傳入中國 這個真的要說 但是我們經常說馬克思主義 還有一個傻子 列寧 沒有 列寧 沒有 列寧 還成立 恩格斯 如果是 以這個時間分的 就是馬克思 恩格斯 然後才到列寧 然後到930年之後 才叫做斯達林 斯達林主義 Angela Baby 飾演小鳳仙那個 有人複雜了你 非常好 多謝這個網站 多謝你們 OK 說回馬斯其實很多人都笑他 一個德國裔的猶太人 這些窮學者 在英國的大英博物圖書館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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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就是純一個經濟割說 社會經濟割說 因為當時歐洲比較公義革命 公義革命激化之下 歐洲又有一個帝國主義 那些有錢人越來越有錢 工人被壓迫 十三歲的童工 十四歲的童工 十一歲的童工都會發生 整個歐洲都很多 那些童工他們沒有書讀 而且要在環境很惡劣的礦坑裏面 去做工 做骨門 大家想想 那些鬼仔 那些鬼仔 我們看到中國人 大家想想那些鬼仔 在礦坑裏做事 十幾歲 大家會想像會怎樣 是嗎 我們看到鬼仔說好 我們回到鬼仔 什麼叫鬼仔 可能被人說 有歧視 有歧視 真的很可愛 養孩子 養孩子 本來很可愛 大家在街上都很可愛 做著童工 當時他覺得 寫了這麼多不平等的事 是不是應該要改善呢 研究資本論 大家會去改善經濟 大家都有飯吃 改善工人的生活 但是他沒有州由列國的 他只是坐在那裡想 夠的了 人家在大英博物館裡 看一些報告 看當時社會的報告 大英博物館裡 在那裡一天 走了很多國家 所以有些事情 他未必是設合當地的民情 沒錯 變成他想出來的那套 未必真的可以實行到 他是拿英國當時的情況 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上 工業革命最發達的地方 所以馬克思那套 是拿英國的情況 去推出這個主義出來的 對 他是純一個 學者 學者身份 不過他這套東西 當時澳洲 沒有人看的 不是那麼流行的 不是那麼流行 好了 到英格斯林 就發覺社會這麼多不平等 他怎麼去改善 最後被想到激進手段 就是用一個階級的分析 一個分析的方法 就是去看看當時社會 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平等的現象 還有 在這麼多不平等的現象之下 最後的社會是怎樣的呢 如何改善它 這兩套東西 一夾夾夾 夾夾夾夾 但最大的問題 當時整個歐洲來說 俄國是一個極端帝國主義 是 雖然帝國主義 雖然帝國主義之下 那些貴族生活 很富貴 就是貴族主義 後來才是帝國主義 但是下面的農民 工人生活 很艱苦 所以是藍血人 藍血人 如果我們有看過 一些傲慢與偏見 沒錯 沒錯 那時候講俄國 俄國的貴族很厲害 但是當時窮人也很窮 最後呢 第一時間就爆發了 列寧最後一冤 偶臨透過這兩個學說 加上一個組織 什麼解級鬥爭論 那時候列寧就具體化了 列寧就具體化了 重職了布爾什維克黨 後來是共產黨 波斯維 最後呢 在俄國 當時是帝國 結果就推翻了帝國 十月革命 一家大勢就具體化了 是的 革命成功了 報紮何克政權 成功了 1917年 1917年 那十月革命呢 是講俄力十月革命 如果在西力來說 是十一月 十一月 那就好了 這一集我們都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集再見 待會我們再講 繼續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走